在同一场意外中,不幸被大树压死的林林玉基金会导览团成员陈玉庚也在今天早上举病 大约50名亲友去到吉隆坡归员殡仪馆,寒内陪伴死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死者的姐姐今天早上在这道念词的时候气不成声 她代表家人对亲友们致谢,感激他们一直以来对妹妹的陪伴 之后,亲友们也一一张扬怡荣,并给予家属拥抱和安慰 死者陈玉庚今天早上11点举病,遗体被送网悬俄州八达林在野市政厅公共捕画场进行捕画 仪式大约在早上11点40分结束 这中树倒压死两个人的悲剧是在上个月31号晚上9点30分发生在彭亨文东垂子瀑布 两名死者和家人以及多名亲友前往瀑布露营 无料,当天晚上一棵一百尺高的大树突然倒下 压重帐篷,造成两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